八百塊錢不挑食 老闆上啥雜事啥 今天來到中立淮丹路一間 傳統懷舊的老店 可是據說這個老闆娘好像不在家 沒辦法幫咱們點菜 哎呀開玩笑 其實他這裡有設了一台點菜機 咱們自己進去點點看 八百塊能吃到什麼玩意 Let's go 一邊吃 怎麼點菜的 哎呀朋友說這個一定要吃 點一個 對 繼續點菜 是這樣嗎 應該吧 哦對298 還有鴨子 鴨子也是人只一隻 對 這樣多少錢 546 老婆你看要多少 你點你點 818 818 OK 沒用 嗯 這 新丸肉 現在已經越來越多店家用這種自動的這種給餐器了 哎 第一個上來了 他這個應該上的就是我們點的剛剛那個 實實在在一碗麵 78塊錢 看起來還真的蠻實在的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拌個溏心蛋 豬心好像有兩塊 其他就是芹菜 你看我們今天點的是那個米粉 可是你看哦 他的配的青菜好像不一樣 這看起來像是酒黃 老婆是不是 酒黃 然後這邊是韭菜 好咧 嚐一口 味道還不錯 可是湯是溫的 不夠熱嗎 溫溫的 可能是點餐進來之間的落差吧 可能分一半之後會比較好 不過分量還可以 看起來蠻實在的 大概80塊錢 太細胖 加了很多蒜泥 蒜泥的味道不錯 不過我們再加點辣椒進來 這種醬油辣椒 傳統的 我覺得不錯 嗯 加上醬油辣椒就對味了 其實你說它的味道很傳統嗎 好像也不會 它跟我腦袋當中的傳統味道不一樣 但吃起來還算蠻實在 就是 溫度不夠熱 其他還蠻好吃 再上了一個小碗的滷肉飯 上面有很明顯的紅蔥頭 豬皮 看起來還不錯 看起來還不錯 還嘗一口 我最喜歡蒜泥肉飯 我最喜歡蒜泥肉飯 好吃欸 入口滑嫩 肥而不膩 還有淡淡的焦糖味 而且真的有那種綿口的感覺 這個不錯 28塊 更好吃 上來一個筍乾 這個是我最喜歡吃的 壁碟小菜 這樣一小碟 58塊錢 嚐嚐看味道怎麼樣 嚐嚐看味道怎麼樣 蠻嫩的 味道也挺入味 但是味道不算重 這配上肚肉飯剛好 它上來這個也是涼的 這個我點錯了 我明明算不會超過800的 結果我發現按那個啊 按的還是不順 不小心按到一個大的 加了50塊 所以這一盤豬心 我們點的是大份 108塊 兩份量還可以 豬心煮過之後其實是 會搓水搓得很小 再一個醬油辣椒 這個煮得不錯 很有養勁 而且味道挺香 處理得很乾淨 大份的份量還是不小 你看這樣一個豬心 108塊 如果自己回家煮 買一顆回家大概也是100多塊 好不好 要不要 不知道 70塊左右 這個大概2顆 這個挺好吃 口感很好 而且煮得很爛 不會咬不動 這個有入味 味道比較清淡 配上肚肉飯 我覺得剛剛好 大菜終於上來了 已經吃了個半飽 來了四分之一隻的酥肥鴨 這個248塊錢 四分之一隻鴨 我覺得還可以 這麼大一隻鴨腿在這裡 還附了個極醬 看起來不錯 蘇肥的 先沾個極醬試試看 鴨肉很嫩 鴨皮很香 極醬帶有那種清新的口感 小姐說極醬如果不夠 還可以 待會再加 加上生薑啊 味道又有不同 再沾一下 這樣一隻烤鴨蛋 600塊左右 這個248 說實話 它也沒有特別便宜 但吃起來還不錯 有人說極醬可以加上一點點醬油 這樣好像更對味 蘇美鴨四分之一隻 248塊 味道還不錯 口感非常嫩 又來了一個 我看多少錢 298塊的文昌雞 我以前記得文昌雞 不是在海南島嗎 趕緊來嚐嚐看 文昌雞也是一種 雞的雲種 雲種 可是它就叫文昌雞 你看很黃耶 而且看起來很肥耶 也沾個極醬 嗯 這個雞肉香 雞油非常的厚 而且雞肉 雞油非常香 非常軟嫩耶 這個肉質 看看還有一個煎的小黃瓜 吃塊雞腿看看 以前我們學做菜的時候 我們老師會在上面加 郁靜香粉 再下去蒸 蒸出來的顏色就會很漂亮 這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看起來顏色很黃 味道滿好 這好嫩 如果牙口不好啊 我覺得這個還真吃得下去 跟剛剛鴨子比起來 雖然鴨子說是酥肥的 這個吃起來比鴨子更難 我以前不知道皮醬這麼好吃 其實這樣沖下去真的有個輕輕的口感 把整個油膩的味道都會去掉 可是你又吃得到雞油的蝦 可是卻吃不到雞油的膩 還不錯 就是多了一個水果的香味 這好嫩 它連雞油都是滑著 這個味道不錯 我建議女生啊 約會的時候 還沒結婚前 不要吃什麼雞肉 鴨肉 那種像剛才這樣的拉 整個形象都破滅 尷尬 八百塊錢不挑食 吃不完兜著手 今天又要兜著手 大家看看我們今天點了哪些東西 四分之一隻的文昌雞 四分之一隻的蘇肥鴨 一個大份的豬心 大概我看三分之二顆 最少跑不掉 一小碟的筍刃 一碗實實在在的麵 還有一小碗的滷肉飯 這樣加起來一共是818塊錢 兩個人吃得飽飽的 我覺得味道還臭 原本覺得蘇肥鴨應該是最軟的 只有沒想到這隻金魚蘇肥鴨 還要再軟一點點 整體吃起來啊 我覺得口味還算是平平淡淡 中規中天 它就是一個環境比較優美的 懷舊的黑白切 整個環境真的還挺不錯 廁所也很乾淨 口味挺好 老公你喜歡吃的是哪一個呢 最推薦嗎 我推薦文昌雞 這個啊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比較肉比較軟 味道也還不錯 不過我啊 我推薦這個五肉飯 我覺得它的五肉飯 多了一點點焦糖的味道 說實話還挺好吃的 稀里呼嚕一整碗就吃掉了 如果還要再讓我加一點 我這個五肉飯還可以再吃了一兩碗 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對這間餐廳啊 我個人有一點點小小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它的菜非常的懷舊 整個布置非常懷舊 可是它裡面卻充滿了新潮的氣氛 例如點那個菜 點菜要用汗的 像我們這兩個有一點點年齡的人 還真不知道怎麼按 一時之間有點不知所措 第二個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都是八百塊錢不挑食老闆上菜嗎 今天沒辦法叫我們自己上菜 還真不知道怎麼點 真的 能力不訓練 真的會逐漸上司的 再來一個 我發現周遭吃飯的朋友啊 人非常多 生意非常好 可是年輕人佔了八九成以上 像我們這種資深的人 很少 很少 我只看到一個年紀比我大的 其他應該都比我們小很多 對 所以我覺得整個環境 服務啊 速度都很好 應該很適合年輕人來做個懷舊之旅 好嘞 張心慢談 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咱們下回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